那么开米台风即将清洗花莲 秀林乡公所在23号的下午5点就立即开设了各村的收容中心 由收容中心站长、公所同仁、各村村长秀林乡民代表进驻 做好万全的准备 安置灾民让大家安心度过这一次的台风 开米台风预计在20号晚上清洗花莲 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 秀林乡公所在23号下午5点开设各村的收容中心 分配站长和公所同仁前往各村中心进驻 并且把冷气空调打开 现在还有泡面和干粮以及水罐头 让大家可以安心进驻有食物可以使用 泡面吃的然后还有饼干还有我们的水 然后还有我们准备快速炉跟那个锅子 他们可以自己煮来吃还有面条罐头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跟中心在跟他们请一些物资下来 这边冷气都有开支不是 对对对四小时 然后里面都有清干净 然后让他们住 然后我们还有准备酒精 对做消毒使用 昨天他们来进驻多少个人昨天 昨天晚上进驻总共25个 然后15个男生然后10个女生 对对总共25名 目前就这样子 就是提供他们服务的那个不是吗 整个起居 起居招呼 啊我们也有厕所 还有热水都在里面 对所以短期住个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匈匈江湖水在24号下午开始强制撤离村民 前往各收容中心 共计有1485人将进驻各村人收容中心来安置 共同来度过这一次的风灾 鸡子兄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